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和四十年代的诗人 包括九叶集派 先讲木旦 这个木旦 现在你们看到的文学史 各种文学史里面 对它的评价都不是很适当 好像现在发行量最大的 唐涛的中国现代文学史 还有我参加写的 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 讨论到四十年代诗歌的时候 对九叶集派和木旦的评价 都是比较少的 评价不是很高 讲到木旦 也就是说 这个诗人 他既有一种意直性 就是他跟主流的不太一样 有一种叛逆性 特别是用一种所谓非诗意的写法 就是写诗不像诗 来达到他的审美的追求等等 就讲的比较少 文学史对木旦的评价不是很高 九叶集派的评价也不是很高 但是另一方面我们看到 现在读者对木旦 好像是越来越喜欢 特别九十年代以来 木旦的地位在提高 比如说文学史里边评价不是很高 但是木旦在一般读者的心目中 他的地位在提高 就是这个现象非常值得注意 专家的阅读 和普通读者的那种兴趣 有时候有一个距离 一般的看法 是为什么对木旦 对九叶集派以前重视不够 过去是由于时代 政治等方面的原因 所以对木旦这种学院派 叛逆性的 这个现代主义的诗人 他是把他排斥在主流之外的 但是即使木旦写诗的高潮中 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说后来没有受到重视 但木旦在当时开始写诗的时候 他也没有受到很多的重视 并不是说现在 后来写文学史才不重视 在抗战时期 四十年代 后来是解放战争时期 他几乎都没有很大的影响 这个现象也很有意思 像现在以前我们讲到 张爱玲 钱宗书也是这样 在四十年代 特别是钱宗书 他影响不是很大 是后来影响越来越大 张爱玲在内地也是这样 真正大逢大指 是九十年代以后 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这样 这样一个诗人 在文学史上评价不高 在当时影响也不大 现在好像年轻 读者越来越喜欢 为什么 我想可能有两个方面的原因 一个是时代深美 这个希求的变化 时代新美希求变化 一个深美那种基要 社会心理它在变化 各个阶段是不太一样的 第二个就是木旦 它确实走得太远 就是它那种艺术走得太远 就是我们书上说的 一直性 独创性 有些东西需要时间来消化 并不是它一出现 大家就能够结束 所以木旦说到底 是属于那种比较高雅的 很深刻的 很独立的 它并不是流行的文学 所以它是在 联络了几十年以后 好像才被发现 受到大家的重视 这种现象是符合规律 当某一种作品 形成热点的时候 就有一样东西搞得特别热 大家都在看 都在说 作为研究者 作为一个比较有深度的读者 就要思考一下 为什么会热 可能有复杂的原因 我们评价一个作家 评价一种艺术现象 不要仰此一笔 不要拿一个标准 来要求另外一个标准 你不能拿鲁性的标准 来要求张爱玲 同样你也不能拿张爱玲的标准 来要求别的作家 譬如说四国 我们以前讲过习志摩 习志摩当然写得很好 浪漫的 抒情的 那么到了木旦呢 这个往往为了证明木旦 所谓现代性的品格 意志性等等 又容易把习志摩给扁下去了 这种方式都不对的 这叫非历史的眼光 不是一种公正的公平的眼光 也是非文学的眼光 那起码不能够解释 刚才我提出的现象 就是为什么 在一般的读者阅读中 木旦越来越受到重视 九十年代以后 但习志摩呢 好像现在往往不是特别受到重视 文学的功能可能是多种多样的 所以我们如果对文学的鉴赏 要提高这种能力 要读一点文学史 要有点历史感 知道不同的文学类型 不同的作家 不同的审美希求 有时候不能完全做横向的比较 现在也不能完全按照自己喜欢 什么就做什么 现在我们看到 有些研究生做扩题 你问他 你为什么做这个呢 他说我喜欢 喜欢是这个 可能是研究的动力 但并不是你要研究什么的 充分的理由 是吧 这是我们说了这个木旦的一个现象 当时为什么不太被人重视 九十年代以后呢 随着社会心理变化 时代的变化 越来越受到重视 而且这样现象不光是木旦的 下面呢 我再介绍一下木旦 这个诗人 关于他的这个创作 研究的一些情况 大家如果有兴趣 也可以找来看看 这个很遗憾 木旦到现在为止 还没有一本 关于他的比较完备的传记 他的木旦 他本名叫扎梁征 就跟那个金庸 那个一样差不多 金庸叫扎梁雍 他是1918年在出生的 天津 天津人 他祖上的是望族 到了父亲又不行了 小知言 很多作家都是这样 祖上很光彩 到了父辈又不行 木旦从中学阶段 就开始创作了 当时他上了南开中学 他很多作品都发表在 学校的宽物里面 所以他传播是非常有限的 是吧 小圈子 他是1935年进入清法大学 外文系 也有一种说法 他是先到地质系 后来转到外文系 其实主要就是外文系的 选理科的科 这个清法期间开始写诗 他当时的诗比较抒情 比较抒情 是一种歇来式的抒情 这是年轻人经常看到的 一种抒情的风格 我这里给大家念一首诗 你看看年轻时候 雾旦写的诗 然后你有个比较 这诗是1938年写的 这个园 标题叫园 就园地的园 从温馨的泥土里生出来的 从嫩枝挤在高空中的树重 沐浴着转移的金色的阳光 水彩未干的深蓝的天穷 紧接着蔓绿的低矮的石墙 紧紧地兜住了一个梁下的清城 钱都盛在这一个小小的方言中 那沾有一翼的白色的卷云 远趋以西山下的樊潇的小城 还有啊 下面因为时间关系 我不能全部念了 一念了你就会感觉 这诗就是学生枪的诗 这些形容诗很漂亮 很抒情 很浪漫 这早期的木旦的诗也是这样 但后来抗战爆发 那么清法大学南迁到昆明 这个木旦也跟着学校 到了新南联大 在这一过程中 他比较多地接触了社会 所谓家国情怀 抗战国土人亡 民族 祖国 面临着一个生死存亡的关头 所以一个读书人在那时候 那种家国情怀 起来了 另外他念的是外文系 他比较多地接触到西方的东西 西方的东西 一个很重要的东西 现代派 就是怀疑精神 所以这都对到他 对他的创作产生了变化 所以他后来 大学期间写的一些诗 就开始格调 开始变化了 譬如说野树 这首诗 写的风格就再也没有这么浪漫了 1938年 从长沙到昆明 西南联大他们学生走路 从北京先走到长沙 走多长时间 长沙又走路 走到昆明 听说那时候一天 那步行了68天 3500里 所以当时 大学生的木旦 就写了一首诗 叫《三千里步行》 记录他当时的 生活的一些情状 现在读起来很有意思 看看抗战时期 那时候知识分子 他们的心理 他们的思维状态 这个木旦学习是非常认真的 他这个外语非常好 据说他是一边读书 一边行军 每天很辛苦 一边是背这个词典 这个背下了 再把这个词典扔掉了 以后你永远 再不用去找这个词典了 到了目的地 这一本词典 也是诗得差不多了 在新南联大期间 木旦接触了西方文论和诗歌 他的影响最大的 一个是埃勒特 这个大家都很知道 是方言的作者 一个是焉普顺 当时在新南联大任教 他也是英国的一个批评家 当时在讲英国的诗歌 在新南联大 一个是奥登 奥登是一个西班牙 一个诗人 一个左派 他也是老一个中国 还有叶之 这都是西方文学比较熟悉的 当代影响比较大的一些人 对木旦都有影响 这时期 这个木旦的创作 主要有防空动力的抒情诗 等作品 等一下我们要讲到的 1940年就毕业留校了 他组织一些诗歌的团体 当时有像杜韵社 这个也是后来九月派很有名的诗人 汪征齐就写小说的 当代也很有名 这也得到了朱志钦 冯志支持 这个阶段的诗歌 都是一些比较 现在受到年轻读者欢迎的一些诗歌 像赞美 春的降临 春 还有诗八首 等一下我们要着重讲这个诗八首 写的是爱情诗 看这种爱情诗 跟另来的爱情的写法很不一样 可以说这个时期是 木旦诗歌创作的成熟期 早期它比较浪漫 现在它达到比较成熟的阶段 主要是一般认为 它是现代派的一个诗人 已经确立了自己的风格 这个木旦虽然是所谓现代派 也是属于大学里面 学院出身的一个诗人 但是它的业力还是比较广的 也经受过很多苦难 它甚至很参军 远征军 最近电视里面一直在播 抗日的远征军 参加过远征军 到缅甸去作战 它当过杜育民的翻译 水军翻译 后来到过印度缅甸 在那种残酷 相当残酷的战争 里面它经述了锻炼 也写下一些诗作 那么43年从印度回来以后 它一直流浪 没有工作 很困顿 但写诗是它主要的一个生活方式 出过一本诗集 叫《探险队》 那么1946年以后 它就成家了 认识了朱以良 就是林飞英 现在大家都知道 和朱觉良介绍的 是燕京大学生物 一个研究生 他们结婚了 到了1947年 出版过一个木旦诗集 它的主要的作品 都在木旦诗集 1949年就到美国留学 他到美国留学很奇怪 他学的主要是俄罗斯文学 学俄语 他本来英语是非常好的 他到了美国以后又学俄语 又是背词典的方法 背下了一本俄语词典 那么进步的思想影响 他后来回国了 在抗朝鲜战争期间 他很艰难 途径香港回国了 当时芝加哥大学的 像李正道 杨正宁 还没回来的时候 他先回来 到了南开大学外文系 主要是搞外国文学的翻译 一直到文化革命之后 木旦很健在 还有诗发表 像东是1976年写的 当时在亲友中流传 1980年才发表 后来我们看到以后 都觉得非常惊讶 能够写这么好的诗 上面我就简单介绍了一个 木旦 因为这个书上没有 他的生平 创作 一些基本的情况 等一下我们分析的时候 他作品的时候会有帮助的 但是我这里要补充讲一点 木旦不但诗写得好 他的翻译是相当好的 甚至他翻译的名气 要大过于他作为诗人的名气 我们小时候读书的时候 读过很多苏联的文学理论的翻译 读过很多西方的翻译 那个作品的翻译 都出自木旦之手 譬如说50年代 对中国有一种弥漫性的影响 苏联的一本书叫文学原理 是吧 季末维也夫的文学原理 现在你们爷爷日辈 如果搞文科的都知道这本书 谁翻译呢 木旦 还有拜能抒情诗集 这署名是梁征 还有欧根奥内经 是普希经的 普希经抒情诗集 字旗诗宣 学类抒情诗宣 你们爷爷日辈 如果读大学 有时候他可能会买这些书 谈恋爱的时候 甚至会买这个书 送给他的女朋友 这影响很大 所以大家看看50年代的时候 你不要说共产党那时候 搞思想统治 文化一片沙漠 不是这样的 你看这些大量的翻译 都是那时候出现 还有别林斯基论文学等等 所以他的翻译影响相当大的 1957年 很可惜了 他被打成了历史反革命 墨西游的 就到图书馆里面 这个劳动 三年 这个后来呢 这个在一种非常艰难的 被打成牛鬼尸身 这种状态之下 开始翻译 这个西方 这个文学的记著 叫唐红 那么长的一首诗 他把它翻译出来了 白天扫厕所 晚上翻译 最近过世的那个 纪献林先生也是 他一个最重要的 翻译的作品 是文化大革命中 这个这样翻译的 翻译了11年 出来了 所以在1976年呢 木旦过世以后 他安葬在万安公墓 是吧 他上面那个 他有个墓碑啊 写得很简单的 写什么 不是英雄 不是什么接触的什么 就写了个 诗人 木旦之木 但同时里边呢 埋藏他的骨灰 还有一本 就是他翻译了 11年的堂皇 在最艰苦的岁月 是吧 那时也不会想到 我就是 能不能拿到 多少稿费啊 甚至他就连名分 都没有 是吧 这就是知识分子 他的一种贡献啊 等木旦 刚刚出现在文学的 地平线上的时候啊 一般人是 不会欣赏他的 因为他的师太超前了 是吧 真正发现 重新发现他 重视他的 仍然是在大学里边 一些同好者 批评家一般人跟不上 是吧 跟不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